教人藝人 文框帶著膠紙 全封實 我們都聞不到有煙味 海面有風遺書 他很疼爸爸媽媽 要爸爸妈妈去保重身体 他不敢叫我 跟他照顾的儿子去 知道他离开那刻 我真的很怒吞云姨 心里很痛 他能不能支持他吗 我老公由小老为宿 像植物人一样 我自己也是一个 蓝花硬的康复者 如果不是救会 我已经一早就想过 人称云姨的江秀云 走过的路可能被不少人崎嶽 她和老公都有长期病患 大儿子四年前消炭身亡 准媳妇随即离开 留下只有六个月大的嬰儿 大儿子是很要面子的 五年班左右 开始偷我的钱 给同学买一些 那时候叫四驱车 送给人 就像坐大佬那样 很开心 很威衰 上去中一了 一年左右又被人踢出校 去第二间又是这样 然后她终生都完成不了 又一次 就无意中被我发现到她 有个壶 有好像一些饮馆 电视 又看看其他方面的东西 我知道是 这真的是吸毒 哪间吸毒的收容所没去过呢 她都差不多去暈了 我去参观她 不敢说给她爸爸听 因为我说给她听 她会很生气 放她出来 她都不让她回家 她不让她回家 接着我就租过劏房给她住 我老公是做电器维修 我当时是做保安 他又经常跟人借钱 我又立刻跟他还了 今天还 他下个月又借 后期我就 求他爸爸 让他搬回来住 他又在拍拖 很快她的女朋友就有了孩子 还有半年 孩子就出生了 我儿子又跟我说了 他说妈妈 我又欠人钱了 很对不起 你帮我这次 帮我这次 我就很生性的 做爸爸的 我心又怨 一早起床跟他去玩 在铜锣环湾 在尖沙咀旺博观塘 还了八家银行 带着十四万一大袋钱 还小时 当然是松一口气 儿子又重新做人 云姨在大陆出生 十五岁下来香港 二十岁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她是典型妇女 最大心愿是一家人 齐齐整整 但很可惜未能实现 我又不知道她欠人钱 全部都是一些街数 很多很多 她有一招跟我说 妈妈家里有什么要买的 我说有 我说阿B有没有奶粉吃 资料片都用完了 好 我去买 她回来 登张椅子坐在跟儿子玩 玩了几个季度 进去厨房跟我说 妈妈我要进去睡觉了 当时她是坐货柜的夜班 我便用她 十二点进去 睡到夜晚 七点钟 我叫她吃饭 她不理我 我拍门 她也不理我 那个女朋友刚刚去了台湾 打电话给我 不知道做什么 一天都没上线 打电话给她 她又不听 不对路 又打电话给她的朋友 有两个朋友走上来 拍门 她都不开 不行了 拿个锤子 剥烂了把锁 哇 不电了 很大烟 先锁了气 那个朋友就走去 开了那些窗 我是不知道做什么 很淡定 很淡定 我还走进去房间 装一下她 她是没有着衣服的 那些被子就掉到地上 那下面有盆碳 那个砖都烧到烂了 快拿着衣服 把它盖上去 怕它会冻 盖上去 他们很快就报警 警察上来 救伤车上来 已经是 确实她是离开了 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说儿子走了 那一刻其实 都很难接受 为什么一次 一二一 再二三 为什么云依经历这么多这些苦难 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很坚强 她都说 好像一个解脱 始终对她来说 很伤害很深 我对这个儿子付出了十分之多 这十几年 都令她回心不到转意 问题是她是未信耶稣 如果她信了耶稣 她不会走这条路 当时是19年 大儿子离世的时候 只得33岁 云依再三遇上 人生波折 第一二次 是自己和老公相计确诊 淋巴癌 和小老萎缩 很绝望 很绝望 经常哭 不开心 跟谁说呢 你跟亲戚朋友说 别人很怕你跟他借钱 别人会疏远你 儿生女 我来 她就知道我确诊了这种病 她说 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们认识 知道她即将要做一些化疗电疗 小组的组长 因为都是在做这些疗情 我说不如介绍这个组长给她认识 以至她怎样去吃东西 日常的活动 怎样去打点 或者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好像同路人 她就带了我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是很温暖的 好像一个大家庭 很多人关心你 什么时候去复诊 请你们去 好像是贵宾 牧师他们都会上来我家 因为我先生去不了教会 做长官一切 耶稣说 人不是为安息日切立 而是安息日是为人切立 我们一起移私去她家 我们的崇拜仍然继续 只不过地点不一样 我们会早些到 我又跟她聊天 上次鼓励她说话 她连一句话都说不了 但因为这个鼓励 她慢慢慢慢说到 然后我们也帮云衣 让她放松她的时间 然后我鼓励她 试试站起床 站起床她很害怕 我抱着她扶她起床 慢慢一步 然后叫她坐下 下一次就两步 她很有成功感 所以她在里面 她经历到神主如何帮她 弟兄姊妹的爱心 都是她很深感受的 所以教会生活 其实对她来说很快乐 所以两夫妇很快就信了耶稣 后来带儿子出事 他们都没有因此质疑信仰 相反从中得到走下去的动力 对此云衣体会之心 尤其是面对失去爸爸的孙子 晚上喂她吃粥仔 她都说叫爸爸爸爸 叫到人的心很烦 很痛 我就发脾气了 你不要再叫 以后都不要叫 她走了之后 有些强积金要搞的 搞了两次 她都说不知道还欠什么 接着我都发脾气 我不爱 又不是多 又刺到我的心 回去教会就跟牧师说 牧师说 我们要找些姊妹跟你一起去 你不用害怕 大家跟你一起祈祷 祈完祖就很舒服 很舒服 没有什么圈挂 得到个平安 我们有南非短孙 回到教会 是什么都说的 没有感冒的 就算没钱都说的 孙子出生 这些玩具 衣服 其他哑哑哑 他们都是 有些不适合 拿来 真的帮助我很大忙 可能因为过往的经历 其实她都是靠着自己 两夫妇自己决定 关上房门就斟垫 但现在她们 不是了 有什么事 不用怕 我回教会 我问牧师 我问弟兄姊妹 很多支援 变成了 我觉得她完全是 她人很松了很多 而且不再孤单 现在汐廷已经四岁 云姨每个星期都带她回教会 两年前准媳妇搬回来住 不过照顾孙子的责任 依然落在妈妈身上 负担虽然大 但她已经找到力量的全员 大儿子走了之后 一个多月 她就搬了出去 搬了出去两年 她打电话 回来跟我说 妈妈我没有地方住 其实我的心很缘 她一下子已经说 搬回来吧 身边的人 还没信耶稣 那些人就说 你是不是傻的 你不要当你家是酒店 很感谢我们天父 我最大审恕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我自己 我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我今时今日 我都没有计较 当是自己的女儿 最重要是她开心 给到工人钱 买一下奶粉 其他就由我负责 其实她也很惨 这么年轻 我都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我现在半年回去抽血 看看报告的指数如何 可以的 老公住在医院都差不多两年了 她现在很稳定 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到来的 但是知道教会 有弟兄姐妹 有人去探她 她很开心 我现在就 礼拜三 礼拜回去教会 剩下五天 我都要去医院 探我老公 照顾一下孙子 照顾她去公园玩 跟她做功课 晚上有时候孙子 慢慢读经给我听 把我的孙子交托给主 又去带领她的成长 给她一条正路 有聪明有智慧 去读书 我们 对 这个小朋友 是需要两个形象 一个是父亲的形象 因为她父亲发生事之前 都没有很多时间陪伴 第二就是阿爺的形象 因为她的孙子 看到阿爺 是非常不能够自立的 所以我特别刻意 多去抱她 这个抱 给小朋友一个感觉 是很珍惜 我们大家就好像一家人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那是神 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一切有很多 雲姨和希婷 他们是很需要 有多些人去陪伴他们的经历 因为本身我和丈夫都很喜欢小朋友 我们就开始去到她们的家 和希婷去玩 每次上去 云姨都很窩心 一筆汤给我和丈夫 又预备了一些早餐 甚至她要照顾丈夫 希婷 其实看到她的淡子很重 但她没有负面的信息 有首诗歌我也很喜欢 《让我亲近你》 渴望难遇见你 渴望难亲近你 怜愿我心内渴望难遇见主 放下意类并冲冬 放下前退的思想 求能在这刻千身若莫名 很有亲切感 好像在我们耶稣的怀婆那样 直着这个信仰 我已经是释怀放了 困难越多 经历因典越多 扣着耶稣过着我每一天 我遇到你怀疚 圣经说人生在世必如患难 如同火星飞腾 真是说得很对 人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种类 大大小小的挑战 兽云都走不掉 儿子自杀 丈夫有长期病患 自己又有癌症 还要照着孙子 肩膀千斤淡 前面条路真是不易走 不过圣经又这样说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这样就可以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兽云接触到教会 认识弟兄姊妹之后 得到很多适切的关心和帮助 在那儿他肩膀的千斤淡 减轻了很多 他体会到耶稣实实在在的爱 从此将生命交给他 凡是交托 凡是借恩 你又想不想像兽云那样放下重担 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你跟我和耶稣聊几句 亲爱的耶稣 我感谢你 好像兽云一样 你活进入我们的生命 去除去我们的重担 扶持我们每一日向前走 你没有答应给我们一个没有风浪的人生 但是你想当你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会给我一个没有风浪能够打低我的生命 所以求你进入我的内心 成为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兽云日日都要照顾家人 不过多忙都好 他都一定会回教会获取力量 我们都很想成为你的充电器 快点打来CBN的关华热线和我们聊聊 号码是3188-303 你也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和我们联络 你的留言一直都支持我们 就好像早前有位观众在WhatsApp那样说 他说感谢你们制作的视频分享 令我感到上帝的大能 帮助我在生活之中继续得着启蒙 得到智慧去解决种种困难 感谢主啊 多谢这位观众这么支持我们 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 努力拍好每一个生命故事 CBN很需要大家支持 无论在Facebook或者YouTube 我们都很想拜托你 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你的举手之努 将会帮到影片接触到更多的人 我们还很想请你成为我们的同行者 你可以成为CBN的分享大使 愿意向人分享我们的制作 或者传WhatsApp短信去到 6469-6090 表示愿意收取CBN的最新消息 又或者成为我们的月捐者 只要扫一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直接奉献了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感谢你 тех人 我爱到你 和我一起感觉 和我一样 discour不上